看得出來似乎馬英九無法脫離乾隙 真的這樣嗎 馬英九會不會說我也很冤枉啊 我覺得這個都是連戰製造的啦 因為當時他為什麼去把他做下來 他當然有他的動機嘛 輕輕輕車車 而且兩岸就那幾個字 是逐字把他記下來 當然假如按照蘇琪的一個講法裡面 他當然後面什麼所謂的見面互信啊 這個當然是一定是起了很大的一個作用嘛 所以我覺得坦白講 連戰是不能迴避說要把這件事情講得很清楚啦 因為大家覺得說怎麼會說這幾年 包括說馬總統跟連戰的一個關係 也不是這件事情搞壞啊 你記不記得2013年2月連席會的時候 當時這些包括這些 我順便舉幾個例子 包括郭台銘 英燕梁 何壽川 林博石 蕭佑倫 這些連戰戰的好朋友們 現在當時連席會的時候 跟連戰去過 去遇到中國大陸啊 那結果呢 連戰當時在習近平的面提一個中國 那馬總統後來講什麼 說我這件事我完全都不知道啊 那陸委會的主委出來講說 這個是私人行程 不代表政府 不代表國民黨 馬從來沒有委託連戰戰傳達任何訊息 就直接把連戰戰打臉嘛 所以當時連勝委也跟著去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說連家在這一次的市長上去 因為連勝委參選 那連戰的年紀也大了 2013年他沒去 他是2013年了 所以他勢必是藉由說 這個來傳承說 連家在兩岸之間的 他的一個政治地位嘛 這個是非常清楚啦 不過我們看看 我想書起這個部分 他特別是這一篇 看《新新聞》這一篇 我會發現又有一個細竅滿好的 《新新聞》這一篇寫說 中國清洗台辦系統 台商動員大不如目前 習近平不插手這次選舉 不挺連勝文 會不會跟這一本什麼 我們兩岸漫波他20年出來的 什麼一個念頭閃過 不敢再想下去 然後整個讓習近平認為說 原來你連戰知道的秘密 是這樣子來的 不是真的參戰機要 假如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顯然就沒有作用了 所以我也不插手就是選舉 會不會有這樣的連帶關係啊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從張想要 或者是最近這些事情來 他覺得馬總統的無能是 中國已經認證 這個他在處理兩岸關係 沒有啊 毫無任何的一個進程嘛 所以他當然是對於說 這個馬總統的失望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也知道說這場選舉 首都的市場選舉 大概勝負一定啦 我猜啦 所以他假如要再插手 然後也沒有辦法 扭轉全國 當然他是放手 讓他去放好一點 我們要感謝習大大不挺連勝文 如果今天這個標題出現 習近平挺連勝文的話 哇 那不得了 事情更大條啦 這個接下來一個九天 就勾你什麼連家 跟北京如何如何穿半套 如何勾結 這個交換有道理 我非常感謝習大大不挺連勝文 我覺得這次北京的這個 習大大的腦袋是非常清楚的 還是有泡沫啦 所以台商回來的時候 誰知道要誰投誰啊 每個投票的時候 就秘密投票 心裡面投票 台台七年那時候 誰拿 打到搭飛機買機票之前 他先去拿張票來驗票嘛 所以其實每個人回來投票 這就是每個人的權利啦 每個公民的權利 現在也有很多網友 不是在動員幫忙 投克文哲德的 幫他出車票的錢來投票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不管是台商也好 或是學生也好 大家就是讓他們有 行動的自由 就安平自己的意志 回來投票 那我也非常感謝習大大 這次不停連勝文 OK 讓台灣的選舉 讓台灣內部的朋友 公民的自己來解決 剛才斯坦講到那個什麼 替學生出錢來投票 這件事情要替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他其實是南部那個 中山大學他們透過 Flying V 就是那個 文明小站以前的那個負責人 一個募資平台 他的募資平台來目前 本來是募資15萬 現在已經從60萬 要往這個100萬90萬 這個方向走了 那那個的 現在還有一些 這個年輕人 他們這個在臉書上呼籲 或者是求救說 有刑事警察局相關的人 要去查他們 是不是有對價關係 有這個幫忙這個買票會選 那可是這個Flying V的這個募款 是說讓你坐車 反向投票 但是並沒有對價關係 沒有說叫你一定要投誰 可是大陸的呢 大陸的台信聯是幫忙 要叫這個投給連勝文 而這個連勝人 他們有募金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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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付那個連假的 連假的機票錢 連假的機票錢 連假機票錢 而且連假還派了歐盡德到大陸各地去跟那個台商來去的收入園 對手正義沒有派人去大陸 那這是大陸助選嗎 可可可 這是習近平不插手 不挺連勝文 斯剛的講法是說 要謝謝習近平不挺 如果那個標題是習近平挺連勝文 麻煩更大 麻煩更大 不過這個不挺 會不會是有什麼 我不認為這個消息有多大的正確或者說討論性 是因為習近平怎麼可能不挺連勝文 或說挺連勝文 而是在今天這個發展當中 他能夠挺嗎 國大裁判有一個高層 我在今年六月七月時候就問過他 他說你們怎麼動員挺連勝文 他說天啊小姐 台商裡面誰是台北市民 我們還要去調查清楚 還要列冊子嗎 就是說在實際的行動上面 就沒有辦法這個 這個全中國大陸 這個媒體不必假說 他每次他回來 就一定是動員來挺難的 不一定的 但是問題是歐靖德到上海去 他確實啊 這個什麼什麼各個學校的 什麼校友會 在這LINE上面都有群組啊 都說要幫忙投票啊 對不對 那回來多少人 那是多少 多少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 而是說 我的了解 像我在這個香港 碰到一位上海的一家 行動公司 過去在上海的總經理 他說 當然講這個話 或許這個現場也有人不同意 就是說 台商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支持 這種財大全大的這個 台商財團的代表耶 你知道像江炳坤啊 他們這些人都吃乾媽淨耶 他們把這個所有的肉 都吃光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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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乾媽淨 這有點涉及到 連會一新的正經紀業 武漢投資500億人民幣 深圳的長照列 然後 那個 那是吃乾媽淨啊 連勝文的 經緯TDR的 威雲松的 那個合作的 這個間接合作關係 連勝武 連勝武 今年初 到吉林省 跟省委書記王汝林見面 他犯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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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情都是 白紫黑字 解決不了的 也沒有辦法抹下來 而是 台商 在這些 錢大士大海積會啊 這些人的這個 大帽子之下 有些人 多少人吃了虧啊 多少人沒有被照顧到啊 你以為所有台商都是 這麼大的 能力動員嗎 我一句話 這個就是為什麼馬總統 對連家有意見的 人員是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 你們書曲去爆料這一段 這都是因為說 在這幾年 這個兩岸互動裡頭 連家常常都是 連這個馬總統華益說 是不是連家是 只為了自己 不顧國家的力量 所以 這個宋楚瑜 後來復出開始接受 媒體訪問的時候 包括到我的節目 來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會講 買辦 買辦 兩岸買辦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所以呢 想一想 這裡面啊 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想這幾天 可能會繼續延燒 不過 接下來我們要 專訪 柯文哲的媽媽 到底 青山 青山到底是周美青 加上 蔡依山叫青山 還是青山是什麼東西 還是說 柯文哲叫做青山文哲 我們要請柯文哲的媽媽 到現場來跟大家對話 所以休息一下 我們要專訪 柯媽媽 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到現場 好的 好 阿 ok